随着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以及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启动 我国奶制品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农业部的支持下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联合大型乳制品企业 正式成立了奶牛田间学校 你们脑子里面要寻找最佳点跟保本点这两个点 没有你就是个傻瓜厂 奶牛田间学校在改建养殖户饲养方法 更新养殖观念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下一步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将继续推进奶牛田间学校的开办 让更多的奶农受益